记者谢介宇南投报道,南投县竹山任公所展开竹山公园景观环境整修工作时,不慎将公园内的七里香过度修剪,引发外界怨声载道后,公所或宿派员将树木伤口做好包扎,并悉心管理照料,展现悔改的诚意,进而让七里香早日恢复绿意盎然的生机。 竹山公园位于公所,代表会办公大楼行政园区附近,地头包括七里香在内,花木伏书,绿草如荫,还有网球场,锤球场等设施,堪称是镇民不可多得的修建场所。 为日前公所因公园景观环境整修计划,却将平均树林约40年的十多棵七里香,进行大规模修剪,除留下根部,地面以上只干全被砍除,恐危及树木生机,引发地方民众强烈不满,希望公所能设法补救。 公所说,该公园景观环境整修计划经费约1200万元,其中,部分阶梯,不到过于老旧必须重新翻修,以维护民众进出安全,才会将七里香进行修剪。 如今除了顺应民意进行树木伤口包扎、灌溉、营养补给等各项措施以外,也会寄取教训,避免重蹈覆辙。 。